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历见王子薇 共创未来演艺新篇章 赵丽颖与王子薇 演艺之路的奇妙缘分 赵丽颖和王子薇 两位演艺圈的明星 他们的缘分始于一部热播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 在这部剧中 王子薇饰演了明蓝身边的小桃 以其憨厚可爱 忠诚勇敢的形象深入人心 赵丽颖对她的表演赞赏有加 认为她有极高的表演天赋 能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赵丽颖的推荐和肯定 无疑为王子薇的演绎之路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作为青年演员 王子薇在未来的日子里将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获得的认识和推荐 都将成为她未来发展的强大助力 据了解 2023星辰大海青年演员 优选计划旨在挖掘更多优秀的青年演员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来展示自己的才华 此次计划的入选者将有机会 接受专业的培训和指导 并有机会参与到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中 王子薇作为其中的一员 将借此机会开启全新的演艺生涯 赵丽颖作为演艺圈的前辈 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和表演才华 还以其真诚待人 乐于助人的品质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她对王子薇的推荐和肯定 不仅是对她的才华的认可 也是对年轻演员的一种鼓励和支持 她的肯定无疑给了王子薇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去尝试和挑战不同的角色 通过这次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 我们看到了许多有潜力和才华的年轻演员 得到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而像王子薇这样的年轻演员 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获得了认可和推荐 这无疑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 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我们期待着赵丽颖和王子薇在未来的合作中 能够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同时 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年轻演员 能够在前辈的引领下 不断成长和发展 为中国的演艺事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2.赵丽颖官宣上热搜 几年了 她还是没有放过她 赵丽颖 这夺演艺圈中的璀璨明星 再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一次 她站在了舆论的风暴中心 以她的坚韧和勇气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她的起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她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家庭条件并不优越 然而 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在努力考进了空姐专业后 她本以为生活会如她所愿 然而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无奈之下 她只好在家附近找了一份销售工作 那时的她 或许并未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站在演艺圈的顶峰 2006年 她的人生出现了转机 她参加了雅虎搜星比赛并获得冠军 从此踏入了演艺圈 然而 成功的道路并非坦途 一开始 她只能出演一些小角色 比如丫鬟 小丫头等 面对这种情况 她并未气美 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一步步向前 2011年 她出演了《新环珠格格》中的情儿 她的出色表现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是她展露头角的开始 也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两年后 她主演了《陆珍传奇》 凭借这部电视剧 她一炮而红 次年便荣获了《精英女神》称号 她的成功 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换来的 然而 成功背后的赵丽颖 并非一帆风顺 在娱乐圈中 赵丽颖的黑粉数量众多 面对这样的情况 赵丽颖选择了勇敢面对 她收集了黑粉的证据 并将其上诉至法庭 坚决不接受和解 也不给予原谅 在胜诉之后 她将获得的赔偿金 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她的行动表明了网络 也需要文明和自律 我们应当意识到网络 暴力也是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饭圈文化也需要重新审视 爱就关心 不爱就远离 这是生活的简单真谛 赵丽颖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这个真谛 赵丽颖的故事 是一个充满奋斗和成功的故事 她的坚韧和勇气 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无限可能 面对困难和挑战 我们应当像赵丽颖一样 不畏艰难 勇往直前 让我们一起期待赵丽颖 在未来的日子里能越来越好 展现出更加耀眼的才华和魅力 3.赵丽颖 为国争光让老外震惊 谁也没想到 这次赵丽颖为国争光 让老外震惊 她以出色的着装和精致的配饰出席公益晚会 尽显女神风范 赵丽颖的穿着和仪态 引起了在场的老外们的赞叹和拍摄 即使已过了30岁的年纪 她依然美丽动人 展现出自己成熟而优雅的魅力 赵丽颖的出色表现不仅仅在于外表 更在于她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坚持和参与 自初到以来 她从不落下慈善公益的机会 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贡献 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无论是捐助贫困地区 支持儿童教育 还是关注环境保护 赵丽颖都积极参与其中 展现出她那颗永不停歇的公益之心 赵丽颖不仅在事业和公益方面表现出色 她的个人生活同样值得称赞 她一直以来都没有卷入绯闻传闻 以干净的形象世人 她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 自己的事业和慈善公益上 以充满正能量的形象世人 成为了85后中的小花旦 赵丽颖的坚持和品质让人敬佩 也是她获得观众喜爱的一大原因 赵丽颖的出色表现和无私奉献 让我们深感欣慰 她不仅仅是一个演艺界的明星 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益使者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着正能量 她的优雅、美丽和品质让人肃然起敬 让我们为赵丽颖点赞 鼓励她继续发光发热 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